總理鷹六下台 紅衣軍香港人可能看到有些混亂 因為原本他們是反對派 但是鷹六做了總理之後又變成建制派 他後來變成看守總理 就不知道他是建制派還是臨時建制派還是反對派 但今天來講他正式下台 但是替他那個就繼續是看守 所以其實我也不敢說他是反對派 鷹六的支持者就說有新型政變 紅衣軍周六上街 今次就會用一些不同的手法 看看今次會用什麼不同的手法 我覺得值得留意的就是大型群眾運動去圍一些東西 現在慢慢又陸陸續續在世界各地出現 不只是香港 例如見到台灣反復貿 泰國一直會在用 以至到在中東非洲地區 現在開始多一些圍堵一些政府建築物 包圍著你不讓你出來 那個手法開始越來越頻繁 反而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留意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是所有的這些政治活動 是由A點到B點 遊行那種 即是長射鎮 即是去顯示我們是在向一個方向去的 即是我們想去一個地方 麻煩你和我們一起去那個地方 那種遊行通常是 其實是意識形態有一種感覺 圍著你不是這種感覺 圍著你不是這種感覺 圍著你是要打你 其實是單純的攻擊性 所以你會看到 在解困新聞學的角度來看 圍著你不是答案 我突扁了還是怎樣 我突扁了你之後 我去哪裡我不知道 所以你會看到 所謂新型政變是 究竟是會圍 還是會走 還是圍完再走 還是索性換件新聞 香港是走完再圍的 是 走完再圍 因為等人 然後被人趕就睡街 對嗎 即是歌三號曲 但後來發展到齋圍 其實台灣已經很久了 由天下圍攻那次已經開始 齋錯了 已經很多年之前 現在你說 泰國會出新型政變是什麼 群眾怎樣去參與 活動的性質 其實都是訊息的一部份 我覺得我們解困有時候會說 為什麼香港人以前流行 現在流行圍 或者用佔領這個字 那個圍和佔領是有少許不同的 以前遊行就是 我們希望推動一些東西 向前走 或者是推倒一些東西 都是一個方向來的 但是不是打你 中文字也不是這樣跟 遊行是正在走的 但通常我現在是圍堵 圍堵就是 你不要動 沒有關係 我都不動 你不要這樣動 你千萬不要這樣動 以前是 我上來這樣動 大家聊一下 現在就是 你想這樣做 不讓你做 然後佔領就是 你沒有中間 我變成中間 我作主 佔領是我作主的 本位主義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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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覺得香港現在走進去 大家是一些小的利益集團 小的關注團體 去講本位主義 譬如 早前 早一個月 有孕婦科醫生出來講 香港是否需要考慮 恢復接雙非孕婦 甚至乎 這個不是由 整個醫療體制的角度去看 是正是從孕婦科醫生的本位去看 然後學聯和學民思潮 他畫得很清楚 我們年輕人這樣 你們中年人的念 他是完全由年輕人的本位去看 然後你看到陳方安生和湯家驊 他是用他的本位去看 所以你說為何香港叫分裂 就是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 專業還是什麼 沒有人 說得那麼俗 可能被人罵 現在沒有人懂得大體 都不俗 是大一點的 可能被人喪頭 那是我 沒有人懂得大體 大家都是小小氣氣這樣 大家 因為現在大家都由本位主義出發 沒有辦法 因為你看到 尤其是一向做大權那些 突然之間每一個集團都可以自己 在自己本位看的時候 那些人當然是覺得自己的資格被人動搖了 變成他們的身份一定很不舒服 那些傳統陣營的 一群大陣營的人 覺得為何現在由一個這麼小的觀點 可以引發這麼多人去關注他們 而他們好像被人忽略了 是很難說的 這個我覺得是一種Facebook page的文化 是嗎 很多個很少的 對 然後就是因為 還有一件事 你以前聚結 譬如我和你談 黃明明明我們遊行 我首先要顧及你和我那個 共同利益 譬如去飄飾 對 去飄飾 整個場所一起飄飾 那些固域都要談 即是士多普你先賣多少錢 你賣誰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本身已經有一個adrender 出來 那就一起出來 那你的本位就很強